大家好,我是劳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0年8月29号 上午的8点43分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讲一讲微信被美国用户集体起诉 给Plus家人有 希望大家喜欢 好,首先我们还是免责声明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可承认和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录事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数字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也报复 好,我们还是先看看新闻 这里说的是华为鸿蒙OS 即将迎来升级手机版本或任需时间 那么在2019年的华为开发者大会上 华为的消费者业务CEO于成东 发布了Harmony OS鸿蒙 时隔一年,华为开发者大会2020即将拉开帷幕 那么此次大会 Harmony OS无疑仍会是重头戏 那么这个既以希望的操作系统将会迎来大的升级 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操作系统能够尽快出来 那这样呢,我们的这个DCEP啊什么的 我们的PLUS啊都可以在安装在这个系统上 这样就不受美国的苹果公司和美国的安卓公司的限制 好,看看《纽约时报》的中文版说 执政近四年,特朗普如何看待自己的白宫生涯 那么作为一个站在历史边缘的人 特朗普总统听上去平静而且放松 如果他认为自己即将输掉大选 那他不但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他自己最喜欢的民调之一拿出来炫耀 吹嘘自己在共和党选民中的受欢迎程度 谈论他的大会的收视率 那么在本周的一次采访中 他宣布自己的总统任期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 股市相当棒,共和党全国大会也非常成功 即使超过有18万美国人死亡 那么他说还经受着了疯子阵敌 做出了可怕的事情 所以他自己还是感觉不错 觉得自己当总统当得很好 好,看看币圈的媒体Coin Telegram说 专家表示数字人民币不会对美元霸权构成威胁 那么在人民币汇率方面 外国投资者仍然对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表示怀疑 那么康奈尔大学的贸易政策教授 布鲁斯金 布鲁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认为 尽管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将增强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货币的作用 但是他机会不会削弱美元的汇率作为主要货币的地位 这位教授曾经说 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金融联系 那么他们可能开始以本国货币开具发票 并直接结算交易 并可以在正式推出数字人民币的时候 轻松采用该数字人民币 那么这个作者的观点是说 数字人民币不会对美元霸权构成威胁 那么这个我们也说过了 这个他是没有考虑到plus的因素 当数字人民币DCP与plus token相结合的时候 它的威力就绝对会对美元霸权构成威胁 单独DCP本身是比较难的 看看英国BBC的报道 英国BBC报道说 数码币圈疑云 维卡币的庄主依然下落不明 诸多疑问无法答案 那么很多群里的朋友在讨论这个维卡币 那么在2017年的10月份 也就是在plus之前的一年半年 那么加密数字圈出了件大事情 维卡币叫one coin 全球吸金超过了40亿欧元 然后这个美女庄主 号称加密币女王的卢雅 伊格纳托娃 连同这笔巨款就消失了 那么英国BBC的记者 就做了一期节目 叫失踪的加密币女王 来寻找真相 那么他还是神隐了 那么这个本身这个维卡币one coin 就是一个骗局 那根本是在这个区块链上都找不到的 就类似于现在的什么雷达币 环保币 都是他妈的骗子 那么因为他的币 根本在区块链上是查不到的 他所谓给你看的那都是假的 所以什么环保币 什么雷达币 就跟这个维卡币是一模一样的模式 只不过是说现在还没有跑路 那么他说这个卢雅如果被捕 他将面临长达80年的美国监狱的监禁 那么对于那些从他们的积蓄中 被骗走成千上万的投资人来讲 那正义呢目前呢是暂时缺席的 那么这个跟咱们plus呢也有点类似 如果plus如果到时候dcp呢不开网 那么这个利奥金钟人呢 那就很可能也是跟这个加密货币女王一样的下场 那就是全球逃亡 那么如果利奥和金钟人如果被捕 那么他们也将面临长达80年 甚至100年的美国监狱的监禁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那他如果不想像这个维卡币的这个卢雅一样的下场呢 他们必定会想办法开网 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建行建设银行出了他这个dcp的钱包 当然也是短暂的出来一下 然后就又收回去了 那么这个呢也是让大家知道dcp呢正在加快开发 所以我们还是满怀希望 如果说不开呢 那么他们的下场就是跟这个女的一样 那么华尔街日报呢 今天也报道了一个这样的消息 说onecoin维卡币花费了数十亿 然后他们的领袖消失了 那美国的联邦检察官指控这个卢卡伊根纳托娃 出售了财富的谎言 财富的诺言 但实际上是实行金字塔计划 也就是庞氏骗局 这个是一样的 好 再看看下一个新闻 这个台湾的联发科向美方申请 力争在9月15号以后 仍然可以向华为供货 那美国的商务部呢 在8月17号宣布 除非获得特殊的许可 否则外国芯片制造商 不得在使用美国技术的情况下 向华为供应他们的产品 那么联发科呢 因为是华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那么呢 他已经向美方提出申请 在9月45号以后 仍然可以向华为供货 但我觉得呢 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那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那美国的禁令呢 就毫无意义 也毫无这个尊严 但是呢 我们看看结果如何 好 再看看 收购TikTok 那么在找到微软之前呢 沃尔玛呢 本来是想跟那个谷歌 叫Alphabet 还有日本的软银 一起抱团来竞购 但是呢 微软呢 还是找到了沃尔玛 跟沃尔玛来联手 那么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无敌了 那么在美国 你看微软跟沃尔玛的联手呢 那几乎不太可能啊 那么所以很可能这个TikTok呢 最后呢 要被卖给这个微软和沃尔玛啊 那么交易的金额呢 可能在200亿到300亿美元之间啊 新浪科技的消息说 微信呢 内测群直播 任何人都能开播啊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呢 在直播的浪潮之下呢 微信也坐不住了啊 那不少用户呢 突然发现在微信群聊的菜单中呢 有群直播的选项啊 那么但是还没有推广 那么相信以后呢 在微信群里呢 也可以搞直播啊 好 再看看南华早报的消息说 为什么人民币很快就能摆脱对美元的疲软啊 那么这里说的是 随着经济的复苏和中国国债收益率的不断提高 那么未来几个月 对中国出口和债券的需求可能会增长 但是中美紧张的局势仍然是主要的风险啊 那么进港过去几个月 美元一直疲软 但人民币呢 也有所疲软 考虑到美元最近表现不佳 那这种不佳是显而易见的哈 那是因为美国国内的经济不行 然后新冠疫情也不行啊 但是呢 相信人民币呢 很快呢就会坚挺起来哈 因为随着中国的贸易呢 不断的在飞护啊 所以这个也是个对于DCP的推广 是个利好的消息啊 好 我们看看中币的报道哈 叫GB.com啊 中币也是一个交易所啊 他说DCP呢 是游戏中支付宝和微信面临的挑战啊 那么这里说的是 中国的中央银行DCP 对数字货币的内部测试 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根据之前的截图呢 那DCP的测试环境呢 是专有数字全包APP 而不是微信和支付宝啊 那么这个我们也关注微信跟支付宝 什么时候也会加载 加载了DCP呢 那么我想我们的Plus呢 也会很快加载DCP啊 他说啊这个微信跟支付宝呢 短期之内呢 DCP对他们的影响不会很大 他们将由深圳成都输出雄安新区 以及未来冬奥会的有关部门来推广啊 那么这篇文章呢 说没有任何关于核实扩展DCP范围的消息啊 好 那么今天呢 主要来讲一讲这个微信啊 被美国用户集体诉讼 对Plus家人有啥启示啊 那么根据这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啊 是在2月份啊 今年的2月份说 捍卫言论自由公民力量呢 计划起诉微信啊 那么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叫公民力量啊 周四在网上发布公报啊 试图从微信开始来拓展中国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啊 正式宣布正在筹集团队 聘请律师啊 征集因微信言论而受到迫害的例子啊 那么计划对美国的微信所属公司腾讯啊 提提出法律诉讼啊 那么这个呢 是今年2月份的事情啊 好 那么最新的进展呢 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在华盛顿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组织叫公民力量啊 他们呢 已经开始了这个集体诉讼微信的项目啊 他是说言论自由攻坚战 从微信开始啊 开拓中国言论自由的空间啊 那么大家有空呢 可以去看看他的网站 叫www.wechatlawsuit 就是法律诉讼.com 这个网站 当然本身微信呢 和plus呢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呢 随着官网一年多呢 我们也发现很多plus用户的分享 被微信呢 是恶意屏蔽啊 不但如此 而且被迫呢 使微信的用户呢 使用代码 比如说YC警方啦 什么JC啦 GCD啦 什么GJ啦 这种乱七八糟的代码啊 来代表我们正常的什么警察啦 共产党啦 政府啦 这些都是敏感词啊 真他妈的邪门 这些词什么时候变成敏感词了啊 不管怎么说 这个微信啊 包括他的母公司腾讯 他在美国呢 有大量的投资啊 所以呢 必须呢 在美国运营呢 必须服从美国的法律 大家知道美国呢 是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啊 对于违反美国法律啊 包括妨碍言论自由啊 像微信呢 经常封群封号这种行为啊 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 那么他都有长臂管辖的权利啊 那刚刚我们 昨天也说过了哈 Plus Token的项目方呢 在美国有基金会 有资金 有负责人 有美国用户 所以他也必须呢 跟微信一样啊 要接受美国法律的管辖啊 那么Plus Token呢 关网了这么多天啊 那么呢 他如果是说 DCP出来以后还不宽网 那么呢 我们Plus用户呢 也可以按照美国的法律啊 进行这个集体诉讼啊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 像微信这么有背景的公司呢 那么作为啊 美国用户呢 都可以参加这个集体诉讼微信啊 那么如果说啊 如果说Plus Token DCP马上就出来了嘛 因为今天建行的APP APP也都出来了啊 如果等他全国都已经可以使用DCP了 那么Plus Token还没有动静呢 那么我们作为美国用户呢 就可以仿造这个微信啊 来进行集体诉讼啊 那么这个利尔根金钟人呢 那最后的下场呢 就会跟这个维卡币的那个 加密货币女王啊 一样啊 叫做逃亡天涯啊 如果他们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那么呢 他们一定会尽快开网啊 大家不需要担心啊 那么法律呢 是公正的啊 好 那么他说的这个集体诉讼微信的项目呢 主要是分几部分啊 第一个呢 是要建立一个律师团队啊 那么第二个呢 是用中英文双语 收集啊 这个微微信 这么封号封啊 封封群的证据 那么我们这些证据就太多了哈 包括我们这个经常分享的 这个制定量的老师的很多的消息都被封过哈 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哈 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的证人哈 那么这个要说回来哈 这个傅老师被封呢 那是基于中国大陆国安法 对吧 那这个呢 是从大陆法律的角度来讲是没有问题哈 但老博士的语音和视频被封呢 那个就是违反了美国的哈 这个言论自由法 这个是受美国宪法的保护哈 所以呢 微信被告呢 是这个天经地义哈 他也只能认罪辅法哈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 我们呢 到时候呢 如果到最后一步呢 也可以这个增集大量的受害者的案例哈 那么公开咨询电话和案件跟踪说明哈 那么就是集体诉讼呢 是走这么几个流程哈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 那我们呢 也跟公民力量呢 取得联系哈 那么可以参 可以参照他们的做法哈 来做好一颗红心 两手准备 大家不用担心啊 那么微微微信呢 它违反美国法律呢 主要是从这几点 第一个呢 是学术研究类 有很多的这个学啊 学术机构啊 发表了很多的研究论文啊 证明微信啊 做了很多这个违反美国法律的事情啊 那么第二个呢 是有很多的媒体的报道哈 这是第二部分 那么第三部分呢 是个人的陈述 就是受害者 那个他自己作证啊 怎么样被微信封号封群啊 那么综合这三点呢 把资料呢 整理给美国的法院哈 那么就可以做出判决哈 那么我相信呢 微信呢 也会选择这个庭外和解哈 就跟TikTok是一样的哈 好 我们再看看币世界的报道哈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昨天说过了哈 Coinbase呢 要发行它的稳定币 USDC的升级版哈 那么第二个呢 是中国的贸易金融跨行业交易区块链平台应用呢 也投也应用也投产了哈 那说明了中国呢 对外贸易呢 可以不通过美元哈 可以通过区块链来进行人民币的贸易哈 这个也是为了应对这个美国的金融封锁哈 好 这里有5400枚比特币转入OK交易所哈 那么这又是plus的币哈 那么刚刚讲过了哈 康奈尔大学的教教授说 数字人民币呢 不会削落美元的地位哈 那因为他是不了解plus token 才会这么说啊 好 那么今天呢 最劲爆的消息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了哈 建设银行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哈 支持碰一碰转账 那么红包功能呢 尚不可用啊 那么建行的数字人民币的钱包 今天已经上线测试啊 仅限于部分测试地区开通啊 那么经过测试呢 发现如果手机呢 支持NFC 可以适用碰一碰转账啊 但目前微信跟支付宝呢 并不支持这一功能啊 第二 如果查找联系人转账 需要输入正确的对方的姓名 手机号和数字钱包的倫称 那么缺一不可啊 那么APP开通的账啊 账户呢 虽然标注为二类账户 但单笔限额并非是5000 却是5万 而且年限额是50万啊 那么第四个呢 它的红包的功能呢 尚不可用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数字钱包的这个照片啊 那么我们希望呢 这个建行的数字钱包啊 DCEP能够尽快正式推出 那么其他几个商业银行呢 希望也能够尽快推出 那么这样呢 就有利于它的尽快的全国落地啊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